SOP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近期被一直問的一個問題 要如何拍攝視頻 保持亮度跟著場景去做變化 OK 其實這題的答案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有一種模式叫做全自動檔 另外一種模式叫做半自動檔 也就是所謂的AV或是TV檔 但是我的教程當然不會這麼簡單 我會跟大家去剖析一下這個原理 曝光三要素到底怎麼樣形成的 然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實際拍攝的經驗 好 首先我剛才說到全自動檔跟半自動檔 半自動檔有兩個 一個是AV檔叫光圈優先 一個是TV檔叫快門優先 那我們來給大家補一下這個基礎 就是我們所謂的曝光鐵三角 哪三個 快門光圈感光度 好 我用非常簡單的例子 來幫助各位了解這個曝光三要素 快門 快門就很像水閘 這是我們的水池 這個水池就是我們的相機傳感器 水就等於光 那水呢要進到水池前面有一個水閘 水只進去一點點門就關起來了 光進去的時候突然被快門截斷了 那是不是進光量就會很少 OK 所以快門速度越快 你的畫面就越暗 那你快門速度越慢 你的畫面就越亮 好 再來第二個就是光圈 光圈就像你水管的粗與細 就像這個杯子的這個口徑 當你水管越粗的時候 你排水量就越大 當你水管越細的時候呢 你的排水量就越小 所以光圈越大的時候呢 你的進光量就越大 所以你的照片就會越亮 當你光圈越小 你的進光量越少 你的畫面就會越暗 但是這個數值呢 大家要記得 你上面的數值越大 就代表你的口徑越小 那你數值越小 你的口徑越大 好 第三個就是感光度 就是對光的靈敏度 你感光度越高 你畫面就越亮 你感光度越低 畫面就越暗 好 那我們了解了基礎的曝光三要素之後呢 我們要了解快門光圈感光度 分別可以為我們畫面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好 首先我們先來講快門 首先它除了決定進光量之外呢 它可以達成一個效果 就叫動態模糊 好 我來做個示範 大家可以跟著我做 首先你把你的手伸起來 當你快速的晃動的時候 是有殘影的 這個殘影就是所謂的動態模糊 那當你快門速度非常快的時候呢 你就看不到這個殘影 那當你快門速度很慢的時候 這個殘影就會越來越長 那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光圈 決定你的背景虛化效果 光圈越大呢 你的背景就會越模糊 越虛化 那你光圈越小呢 你人跟背景都會變得非常清楚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感光度 通常是直接決定你的畫面的亮暗 但是當你感光度非常高的時候呢 你的噪點會很多 畫面的質量就會開始指數性的往下降 我通常在參數設置上呢 有一個訣竅叫做 2點不動 1點動 首先我到了一個場景之後呢 我要知道說我要什麼樣的畫面 首先我要低噪點 盡可能保證我的畫面質量是高的 再來 我要盡可能虛化 再來要維持動態模糊 首先第一個低噪點 那我們感光度要盡可能降到最低 畫面要模糊虛化 那我光圈要盡可能的大 再來快門 我要保持動態模糊 但是不要太糊 所以我們快門通常會保證在 好比說25幀你的快門就是50分之1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場景會一直不斷的變化 那我們該先調哪一個參數 我通常會去保證動態模糊 就是50分之1的這個快門速度 保證感光度去獲得最高的畫面質量 所以我通常在畫面明暗改變的時候 第一個先調整的就是光圈 在你參數無法改變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透過外力去影響你的曝光值 好比說減光鏡遮住光 去到陰影的地方你才能開始拍攝 你的畫面實在是太暗了 但是你參數不能變 打光 就是參數不動的時候 人就要動 人不能動的時候 透過參數動 那如果參數跟人都不能動的時候 透過外力去解決它 好前面講了那麼多 開始來分享我的實際拍攝VLOG的經驗 首先第一個就是 弱光環境 無奈我們這個錢包不夠 沒有辦法購買大光圈的鏡頭 去增加我的進光量的情況 通常我會捨棄感光度 就是在室內去調高感光度 去盡可能獲得正確的曝光 那如果錢包夠的話 那就開大光圈 可以獲得虛化的效果 同時可以獲得進光量 那我通常是在室內的話 我不會去動快門 因為快門的話會影響我動態模糊 那你高照點的情況 你進到後期 還有機會可以去降噪去處理 好再來第二個場景就是 強光環境 很多人會想要獲得虛化的效果 光圈開大的時候畫面太亮 感光度又動不了 通常最多是降到100 所以你只剩下誰可以動快門 沒有錯 捨棄掉動態模糊 把你的快門調得非常非常快 但是快門調到非常快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畫面可能會看起來卡卡的 但是這在後期也就得了 一些插件是可以完成動態模糊的效果 但是絕對不會比你前期完成還要來的真實 那如果錢包夠的話 建議去買這種可調剪光景 真的非常好用 到時候推薦給大家 還有一個很變態的場景 就是從室內直接拿著相機走到室外去 首先第一個解決辦法 我會用更多的鏡頭去完成這個畫面的膠帶 舉個例子 我在室內講話 講到一半的時候 我知道我要出去室外 我中間可能會銜接一個開門的鏡頭 或者我把相機架在門外 拍我從門走出來的一個鏡頭 我會給他幾顆BRAW去交代我出了這個門 那如果這個鏡頭就是要從室內直接走出室外 那我會直接把它設置成快門優先 去維持這個動態模糊的時候 感光度去固定 去保證畫面最好的質量 讓光圈去調整你的包光池 那從室內直接走出室外 那參數就會直接跟著改變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更難受的場景 就是你忘記把它設置成半自動檔 然後結果這個畫面素材就是你需要的 OK 後期有辦法 你在你這段視頻的素材上面 疊一個調整圖層 用關鍵針去直接調整這個曝光 你在這個調整圖層上面 先去把曝光值錯誤這一塊 修正到正確的曝光值 然後讓它的不透明度 從0一直慢慢變到100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有任何問題留在屏幕下 我盡可能去回覆大家 如果這期視頻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關注 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囉 Peace